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知道是否因为台湾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可以种植丰富多样的食材 所以台湾人多数都会珍惜这些大自然的礼物 而我在台北和宜兰都找到这两位大厨 自小就在乡郊长大 对土地有一份感恩的心 他们会找到最好的农产品 甚至会去农地亲自入博 做出最有香土风味的料理 非学厨出身的杨风旭Danny 凭着专业的农业知识 挑选台湾时令的优质食材 呈现层次丰富新鲜美味的甜品 将雅文Candy累积多年细食烹调经验 擅长结合家乡的有机食材和法式手艺 做出带有宜兰风味的法式料理 台湾人吃面包的习惯 其实是由日治时代开始的 我找到一间人气面包店 这里的日式可爱风吸引了不少台北人光顺 而最特别的是他们坚持采用 本地种植的优质道米 打造台湾风味的米香面包 这种对在地食材的执着 同样是这位大厨身上感受得到 Danny是一间本地果醬品牌的主厨 他擅长炮制西式甜品 而原材料就坚持要直接和农友订购 每天新鲜运到厨房 当日就会立即处理 封存食材的新鲜味道 Danny,你今天会带我来这里 我们去做什么呢 那我现在就带你们到台北人的 好花园深坑石定桂花农场 原来带我们去桂花农场 我们马上去看看 Danny,我们怎么选择漂亮的桂花呢 其实桂花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观察它的这个花的开放程度 就例如说我们这边如果看起来 小小的花拌还闭合 那表示它的香气还不够足 我们就需要等 等到它这个花是全开 那当然颜色来讲的话 必须要找比较纯白色系的 如果它已经稍微变黄色 就表示它的这个新鲜度不太够 那你譬如铺头那些桂花呢 是不是直接向这里的农友去订的呢 对,其实我们用的所有的食材 一定都是直接跟农友购买 因为我觉得这些农友 都是我自己本身一定要亲自拜访 去了解它的栽培状况 比起一般市场来买的 我对它们有更好的信任度 因为我自己有一些农学背景 所以我喜欢跟农民了解 这一年的其中它的栽培状况 包含说这个气候 或者是它的施肥、整肢 这些对于桂花来讲 它的品质上会不会有影响 那讲了这么久 我们可以喝杯茶吗 当然 我们去喝个新鲜桂花冲出来的茶 好,现在我们就去 我们先喝个桂花茶 是 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一批 新采下来的桂花风味 可以看一下 漂亮一些搭的对吗 对 我们要这个花苞 它其实已经张开了 它的香气才够足 足 好,多一点 对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热水 直接冲下去就可以了 直接冲进去 原来可以直接冲下去 那些花其实这样摘下来 是不用洗过的 稍微等下 我觉得这件事很生气 30秒 那其实这个桂花它不同的种类 香气也都不一样 但是在台湾来讲 我们这个银桂 是最适合台湾的生长环境 其实这个墙 是不是有很多品种的桂花 因为其实我们的农友陈大哥 他在这个园区有种了很多种桂花 那是希望大家能够更深入的了解 这个桂花的品种的差异 差不多了 好 我们可以先拿起来闻一下 好有趣的 其实呢 这个桂花呢 当我直接这样闻的时候 那股香味就是淡一点的 然后你冲了下来 再闻呢 第二次就会觉得浓一点的 然后再喝下去 原来有点甜甜的 新鲜的桂花 立即冲那股味是很鲜香 那股桂花味是超浓郁的 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在桂花园里 那里面采索到桂花 那这个就是桂花味的冰淇淋 但其实它不是冰淇淋 它不是冰淇淋 它是冰淇淋 让我试一下 它和我之前吃的冰淇淋 的感觉会否有不同 这里是有点酸酸的 外面这层橙色的 我猜是骨子 那里面这个才是桂花 然后我再吃这个 我觉得很可爱 可能因为它整个样子 看起来很漂亮 然后吃下去有桂花的香味 但是现在你觉得很甜 你吃完之后 你觉得自己很开心 为什么我们会用桂花 去做这个冰淇淋 这样的东西呢 冰淇淋可以做很多很多风味 对我们来讲 在地跟对食这个很重要 那其实在这个季节 桂花正盛开中 桂花其实在我们东方的文化 所以其实这个在对于一些欧美 这些Chef他们也很喜欢这个味道 因为这个是他们平常接触不到的 对于台湾来讲 其实我们的客家人 客家文化 很常把这个桂花 用到菜和甜点里面 那所以我就想到说 那其实拿来用这个 义式冰淇淋 表现它的这个花香 应该是会相当不错的 那现在师傅呢 Danny就跟我们做 我叫做烏龙茶 Tiramisu 我们Tiramisu呢 通常是 感觉上是咖啡味的嘛 这次是烏龙茶 挺特别的 用茶 但是为什么用烏龙茶呢 不用普利呢 因为这个烏龙茶 其实种在嘉义的阿里山上 那其实我是嘉义人 所以我自己对家乡的这个 有个情感 其实呢 这个皮呢 我们稍后可以再讲一下 那现在在做这一边的这个步骤 就是叫做砂巴翁 砂巴翁呢 就是加了这个蛋黄 这个糖 砂糖 然后再加上 这个真的是烏龙茶 这个烏龙茶呢 是要热的 不可以淡的 很苦的 这个蛋黄 烏龙茶 和这个糖 就加在一起 就把它搅拌 搅起一点泡 你看到吗 我们这个是热水 如果太冷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 顺利地把空气打进去 因为这个蛋黄 它本身的结构 会需要一些热 才能够 算是把它之间的间接打 对… 那稍微拉起来 是有点线条的 那它是会呈线条的 再用支持 再打一遍 是 其实呢 这个皮呢 大家不是看到了 一点黑色的 就是纯粹一些 就是茶籽 但是呢 有些很光亮的部分 原来它塗了些什么呢 叫烏龙茶酒 就是烏龙茶 我喝多了 但是烏龙茶酒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 原来烏龙茶酒 就是高粱酒 然后再倒一些烏龙茶上去 滚了 我放出来 油 再有烏龙茶味 然后准备 由烏龙茶和牛油 做成的鲜奶油 将沙巴庸和鲜奶油 搅在一起 搅的时候 不会是这样子去搅它 就是很粗暴的 没有规律的搅它 它就很容易 这个质地就不对 我们通常会稍微用切的 切了再刮 切了再刮 稍微速度加快一点 把刚刚打好的这个慕斯 先用一点点当作基底 铺上去 铺上去 那要多少块 我们一份里面会放两块 这样子我们才能确保说 每一层 这客人切下去吃到的时候 是打刮子跟慕斯 都能够吃到 就是平均一点 对 对 最后灑上少许茶粉 便大功告成了 我很喜欢这个烏龙茶 鱼奶油 因为鱼奶油 通常是很黏的 但鱼奶油 可能是烏龙茶的感觉 它会让我们的感觉很清香 而且有点烏龙茶的苦苦 鱼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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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了 就变成刚好味道 又不会苦 又不会特别甜 吃下去就想多吃几口 正式成为甜品师傅之前 Danny曾经在海地工作 这个决定 不仅让他性格变得更加坚毅 还影响他对食材的看法 我想因为在海地的这段工作历练 对一般人来讲 应该是很少见 也很难想象的 对 那海地是一个很穷困的国家 算是第三世界 那其实我在这两年 虽然说我一方面是把农业相关的知识 告诉他们 但是一方面我从这些人身上 我学到了很多 怎么说呢 因为它是个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 但是你会发现 每个人过得都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喜福知足 对 所以像即使我们一个礼拜 可能就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电力 那即使说我们这个 根本也不可能有什么网路 电视 更不用讲 但是我们学着说跟这些大自然亲近 那甚至说我在那边学到的很重要的 我觉得身为厨师都应该知道的 就是怎么去珍惜食材 我把这样的概念带进我的食物 带进我的创作的时候 我尽量 我都是甚至告诉我厨房的所有伙伴 你要把东西能够从头到尾利用 是最好的 我觉得喜福知足 这个很重要 其实如果你种东西 你会知道 种东西一定是要拿个平衡 你才会种得到 就是你给什么土地 土地也会给你什么 所以我在他身上 我会看到一件事 就是他很珍惜土地会给他的东西 就是他很爱惜食物 很识福 对我而言 厨艺应该可以说是 就是科学跟艺术的结合 例如说我们在煮一个焦糖 数字是死的 我们知道糖超过130度 它就会开始焦化 但是我们要什么时候 停止这个动作 让它的色泽 让它的颜色 是最适合表现 那这就需要我们用艺术的眼光 去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厨艺就是能够同时 用逻辑性的头脑去思考数字 但又同时能够以艺术的手法 技艺去呈现它 今天 Danny 就会和我们做这个草莓千层酥 其实我自己也有吃过草莓千层酥 如果在美式讲法 就是纳波利恩 现在是做法式的方法 那我们看看和 Danny 是如何去做这个千层酥 其实它是用一个叫做 反折叠面团去烘烤出来的材料 它的特色就在于 它的口感会非常的酥 进到嘴巴里面会马上又化开 因为它的做法比较复杂 比较困难 所以通常去一间甜点店 要看师傅的功力厉不厉害 其实我都会试试看他们的千层酥 Danny用机器 将千层酥摘叠四次 而且每次都会放在冰箱 雪半个钟 才混合砂糖放入焗炉 那首先 会先将这个烤好的 精彩切好的千层酥 其中一片当作底 接着我们要将这个内馅铺上 Danny 其实这些草莓是本土 还是进口本土 这个都是台湾在地的草莓 我们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将 台湾的最好的在地水果 用做成各种甜点 好 那其实这个又是什么品种呢 因为日本很多 这个叫做蜂香草莓 是种在我们这个叫斯坛 我们特地选这个蜂香草莓 就是因为它除了这个香跟甜以外 它要有一些酸感 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甜点 它应该要在香气 甜味 还有一点酸味 是一个很平衡层次 你看我们排的时候 会一排它的尖端朝上 另外一排 就小下 对 没错 因为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 尽量可以把草莓塞得很满 因为它是有点三角形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让 确保客人吃的时候 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草莓 那有时候看到这种草莓 如果太尖的 我会把这个头稍微切掉一些些 这样子它排起来又会更满 这样子它的空隙就会更少 然后铺一层草莓果酱在上面 即刻撒发很浓郁的草莓香味 你可以试试看 好好好 鸡妹妹 但是它是传甜 很小酸的味道 对 当然因为果酱来讲的话 酸它只是用来平衡你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做的时候 会加一点点的柠檬汁 柠檬汁 对 但是只有一点点 不能让客人觉得说 你这罐其实是草莓柠檬果酱 我不要 它应该还是草莓做主体 草莓酱 对 但是酸是可以让这个甜味更明显 其实这个酸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有 基本上你看到这上面有一些黑黑的点 黑黑的是什么 那个是banana 对 香草籽 对 另外我们加了这个Mascarbon Mascarbon Mascarbon是一种新鲜的乳酪 它可以让我们这个奶油这样吃起来 不会那么的腻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丢到这个叫急速冷冻机 要让它定型 这样待会切的时候才会漂亮 10分钟之后就完成这道非一般的草莓千层酥 是没有一样的 平常我吃的Napoleon的皮就已经硬了 但是原来它这个千层酥的皮 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它是用鸡摘四碟 所以是现在吃下去 这里中间有草莓啤梨就很软身 它就会吃中 哇 这个Napoleon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Napoleon 在Danny的料理世界里面 分享似乎是最重要的事 他不单止在网上公开食材的来源和食谱 甚至经常和其他厨师分享 用哪些时令和品质好的食材 我觉得一个是说 这些事情其实对于这些农民来讲是好事 越多人愿意用 他们越受到鼓励 那相对来讲 他们就越愿意用更好的方式 对待他们的食材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得力的状况 那第二个我觉得 一个厨师应该不要吝啬 把自己的资源 自己知道的东西分享出去 这个其实是比较 我会觉得说在比较传统的厨师 会把这些秘技 大家说 这是我的拿手的传家宝 不能随便给人家 但我觉得现在渐渐的 大家的观念已经变了 大家一起分享这些很好的资讯 可以让大家一起进步 我觉得是个很伟大的Chef 他曾经说过 我说一个Chef之所以伟大 之所以成功 不是因为他在厨房里面做的事 反而是他出了厨房 所做的那些事情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听了 是非常感动 那我一直觉得说 除了自己在厨房磨练 制作甜点的技巧 那同时我能够把我其他 比人家多的一些知识 尤其是在农业方面的 我也可以分享出去 Danny跟我们做的这个 就是叫做香蜜巴洛巧克力塔 大家听过的名字 就很地道台湾东西 巴洛 巴洛是台湾一个很出名的水果 但是他用的巴洛 我刚才试过 是跟我们平时吃的有点不同 那我们香港就很少 现在Danny用的那种就是白色 外面都是白色的 黄色的 内面都是白肉 不过很嫩的 很多那些一粒粒籽的 我不知道这种味道 是否因为浓郁一点 所以他用巴洛 来做这个巧克力塔 我们选了这种酸度比较高的巧克力 它跟巴洛本身的香气 其实搭配起来 它的变化层次是很棒的 那现在我们要怎样做呢 那个步骤是怎样的 那这个是我们已经 预先烤好的柔沙塔皮 那首先呢 我们会先稍微用一点 这个叫做巧克力Ganish Ganish的酱 放一点点在上面 接着我们就把这个 可可粉做的蛋糕 放到里面去 这个就是我们的香蜜巴勒果酱 放在中间 这个果酱的做法也挺复杂的 那先要经过处理、轻煮、糖漬 过滤和熬转这些过程 前后要用两天的时间 接着我们就要把这个Ganish 把它填满 现在拿去冰箱 放五至十分钟左右 让它定型 那就可以了 好 现在让我自己来 等到它的泡泡都没有起来 那就等到第一层了 填这个巧克力酱 也有技巧 技巧就是不能太慢 对吗 因为你看稍微慢了 它就会有点凝固 那可能最后它的平面 就不会这么的 对 在师傅监督之下 我有份做的香蜜巴勒 朱古力塔就搞定了 很有趣 其实我们通常在香港 吃这一层 这种这样的朱古力塔 我们会常常吃到 一个很浓的朱古力味 然后里面就开始很流 但是这个 因为它加了这个巴勒 所以你会觉得酸酸甜甜 再加点朱古力 那它就不会很流 还有这个脆脆 可以这样咬来吃 嗯 口感一流 那你自己有没有 又或者是觉得 怎样才是为之 一个接近完美的甜品呢 可以这么说 就是做甜点 论手法 我觉得只有合格不合格 正确不正确 那论风味的话 其实是每一个甜点 是每一个Chef 想要呈现的它的手法 呈现它的方式 那对于我而言 一个甜点它的平衡感 是非常重要的 平衡是指 风味上来讲 它不可能只有甜味 它同时一定要有点 可能是一些酸感 去做平衡 层次感 是 那以口感而言 它可能同时必须 必须要有酥脆 同时必须要柔顺 所以其实你在吃 我创作的甜点 通常同一个餐点里面 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元素 不同的这个感觉 是很平衡的去呈现出来 当想要再更进一步的话 我会希望我的甜点 它其实要有自己的故事性 就像是 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 使用台湾在地的水果 食令的素材 因为我们只用新鲜的 其实你走进我们的厨房 你看不到任何冷冻的果泥 对 它不会是马上打开 就可以被使用的东西 那我想这个是对于 我们对于食材的一种尊重 好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示范一个在家里 可以很简单制作的叫做舒芙 会跟大家提示几个小技巧 首先在模具里面塗一层牛油 首先我们用到的这个奶油一定要注意 它一定是非完全融化的状态 它看起来还是应该是有一点故状 刷的时候我们由下往上 最后这个舒芙雷在膨胀的时候 才会比较漂亮 下一步就铺满砂糖 再倒走多余的砂糖 可以看到这个砂糖是非常均匀的 黏着在这个我们要烤的容器上面 然后再放在冰箱冷冻一下 接着就混合了蛋黄 砂糖 柠檬汁和乳酪 接下来我们要打蛋白霜 分离的时候 不要有任何的蛋黄混杂到蛋白里面 因为一旦有混到蛋黄 它就没有办法顺利打发 将砂糖分开三次倒下去 可以看到这个蛋白霜拉起来的时候 它这个角度已经是往上垂直的 那就表示说我们打进去的空气量已经足够 将蛋白霜和蛋漿混在一起 先用打蛋器轻轻搅拌一下 我们用刮刀用切拌的方式 避免里面的空气被破坏 可以看到这个拌好的蛋白霜 其实它是相当有空气感的 接着我们就可以将它填入模具 最后焗8至10分钟 就完成这道简单又清新的甜品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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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下卡吧 可能你也知道 這裡的裝置藝術 都是取自知名繪本作家 紀米的作品 但是你又知不知道 其實作者都是宜蘭人? 我想起有一句說話 宜蘭的泥土會黏人 無論去到哪裡 總有一天會回來故鄉 就好像這位大廚回到宜蘭 開一間屬於自己的餐廳 Candy十幾歲已經立志要做廚師 但是父母很反對 於是升高中的時候 決定休學抗爭 終於父母幫她轉去廚藝學校 大學畢業之後去法國進修 四年前就回到家鄉 開了這間法國小餐館 今天她約我來這個南館菜市場 一起買菜 原來她每朝八點 就會來到這裡買最新鮮的食材 Candy幫我們進去買什麼菜 今天我們主要要買幾個 一個是地瓜 地瓜就是這個 這個的話是台灣產的地瓜 我們台灣的地瓜有很多顏色 有白色、黃色、紫色 然後這個裡面它是黃色 黃色 甜度比較高 紫色的話有時候 如果字節不太對的話 裡面的纖維會比較粗一點 所以黃色的話 其實是最好吃的品種 其實我們怎樣選擇呢 例如這個地瓜才是最美的 其實我們已經跟這個菜商合作很久 所以基本上他們的東西都很漂亮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挑外觀 是沒有被蟲咬 沒有被老鼠咬 因為它很甜 因為老鼠喜歡吃 因為它很甜 很甜 外觀漂亮 然後像它還有帶一點土 然後所以它代表是很新鮮的 還有買 買一個這個白菜 白菜 待會要做魚用的 那這個是宜蘭呢 還是我們進口貨來的 有進口的 但這個是台灣的 台灣的高山上 就是在中部的高山上 比較冷的地方 他們都有種這樣的素材 就是高山白菜就是這個 對 那怎樣挑比較好呢 像它的話 首先是要看它葉子有沒有黃黃的 然後像它還是很翠綠 然後你摸起來是還有一點濕濕 有水分 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可以了 今天還要買番茄 番茄 對 這個番茄是進口還是本地 宜蘭的話冬天是本地的 冬天是本地的 像現在這個季節還有 還是本地的 每個都是很飽滿漂亮 那其實你是喜歡去菜市場買進口貨 還是外地來的貨呢 宜蘭的最優先 宜蘭沒有就是台灣 台灣再沒有才是進口 那你喜歡來這個市場 因為它有什麼特色嗎 還是為什麼你挑這個市場呢 其實我喜歡逛市場 是因為人情味很豐富 對 基本上其實他們可以幫我們送去餐廳 可是我喜歡每天來 跟他們很像家人 對 很像家人 要問問他們 今天有什麼有趣的菜 有什麼平常沒有在賣的菜 可不可以留一點給我 然後每天跟他們交流 那這個市場的話 它每天的進出量都是很新鮮的 基本上每天都有新的東西進來 所以你每天早上都會來 對 一般的家庭也會來這裡買 好 那我們可以去另外一個店買 沒問題 我們今天有道菜是煮蛤蜊 蛤蜊是什麼 蛤蜊就是我們香港人叫的蜆 當然要來這裡買海鮮的地方買 那你看看今天蜆是否漂亮 其實新鮮旺其實你看它 它都還會動 對 它是會收起來的 然後再來的話 如果它都沒有吐出來的話 你可以敲敲看 怎樣 像我們就這樣 然後它裡面是很紮實的聲音 你可以拿兩顆 然後聽起來是很實的 很實 新鮮的 它就是活的 聽起來空空的 它就是代表裡面已經死掉 或沒有肉在裡面 過癮了 這樣加你的蛤蜊 像這種破掉的 我們也不會用 這些蛤蜊是台灣本土的 對 在西邊 在西邊 對 以西邊比較多 像這個也是本土 這個就叫做鹹 可是它是溪裡面的 溪裡面 對 小溪 河流裡面的 就不是海邊的 那這些也是這樣敲 對 也可以煮湯 然後我們也會拿來炒 炒 所以今天我們會挑這個 我們要挑多少呢 你想吃多少 很多 好 今天讓我嘗嘗這個 是剝皮辣椒海鮮燉飯 讓我嘗嘗味如何 其實這個飯 譬如我們通常吃的 是牛油味很重的 但這個很有中式感覺 有些辣椒的感覺 然後那些鹹淡味 是中式傳統的味道 這個味道很特別 我嘗嘗這個蜆 是不是特別大 特別甜 很鮮甜 很鮮甜 原來大一點的蜆 感覺到肉質 濃味很多 而且鮮甜味更加重 而且咬口更加囂張 即是硬 首先 倒些橄欖油 去煎小卷 再放入焗爐 焗三分鐘 下一步把洋蔥、蒜頭、紅蘿蔔 和松米筍一起炒 加上這個有台灣特色的剝皮辣椒 整個味道辣中帶甜 然後放些蜆進去 倒少許白酒進去提升香味 然後倒些高湯 就可以蓋上蓋 讓蜆吸收配料的味道 當蜆打開殼之後 就可以拿出來 加入高湯、鮮奶油 和意大利米一起煮 最後放少許蔬菜 牛油就大功告成了 Candy 其實我知道 初初你學廚 你爸爸也很反對 覺得女生學廚 好像很刁爸爸的架 很刁面子 你怎麼也有力這麼堅持去學廚 因為長輩都覺得 你要讀書 以後當老師、當醫生 專業人士 對,專業人士 然後最好是做辦公室 對,有冷氣 對… 不要在裡面跟著火一起生活 對,但是因為我個性比較耗強 我覺得 我已經決定好 一起思考過的事情 我一定要去達成 所以其實我們當時也經過抗爭 然後到後來 因為我覺得好像也… 因為我不夠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的脾氣跟我一樣 很好強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 不如就寫一個計畫書給他看 就告訴他 我是想好的 不是因為不想讀書 才去學做菜 然後也是這樣 過了大概快半年 我爸爸才答應我 讓我去學做菜 學廚的道路 注定非常之辛苦 而實習時 被分派做服務生的Candy 努力爭取每一個機會 學習師傅的手藝 其實所以你看我蠻強壯的 對,因為我知道這件事 所以其實我覺得對女生來說 你想做 但是很多時候是 你的身體沒有辦法負擔 對 就像我前面跟你分享 我很好強 我在男生面前是不會示弱的 所以我怎麼樣在種的東西 我都會想辦法 自己一個人默默斑也好 用拖的用拉的 我就是想要讓師傅和同事知道 我是下定決心要進來 這個廚房做學習 不是說進來 然後我又很軟弱 然後這個也做不了 那個也做不了 我如果要做的事情 我一定要做到 想盡辦法都要做到 對我來說 現在也已經習慣了 就是跟著男生一起扛這個扛那個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人會忘記我是女生 我認識Candy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爽朗 很豪邁的一個女生 我記得我跟她去街市 去買菜的時候 我發現她跟那些當犯人 不是一個是我給錢買東西 然後你給我食物 這樣的關係 她不僅是有買賣的關係 還跟那些人打交道 跟他們聊天 我們阻礙著店舖 好像下班一樣 之後她離開的時候 她特意拿回一些甜品給他們吃 你要明白一個買東西和賣東西的關係 可以是一個倫理或者所有的鄉情 這就是宜蘭的一個女生給我的感覺 對我來說 我覺得廚藝是一個收故事的方式 我透過做菜去告訴客人 我生長的故事 還有我出過旅行的故事 還有我的人生發生了什麼故事 我覺得透過做菜 我可以把我遇到的所有喜怒 喜樂、喜樂、開心、開心 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是這樣的背景 你可以吃到這樣的菜 今天Candy跟我們煮的 就是南發風味的紫鮑魚 又南發風味 又紫鮑魚 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個紫鮑魚 今天Candy用的魚 就叫做尖梢魚 是宜蘭這一島很有名的一隻魚 因為其實我們的魚的品種 其實不太固定 所以我們其實都會看 每天有什麼樣新鮮的魚 適合蒸烤 在法國它比較簡單 其實就是一點洋蔥、番茄 但是比如說亞洲人或台灣人 他們喜歡吃比較多一點蔬菜 所以就有我們早上在市場看到的白菜 對 像煮火鍋也會加白菜 因為它可以吸高湯 對 那魚烤的時候會有留下很多湯 對 所以我們就下面會鋪白菜 然後還有番茄 那最重要的那個南發風味 它一定會有的就是黑橄欖跟酸豆 那除了這兩個以外 其他其實都是台灣或是宜蘭當地的食材 那早上買回來的魚 其實我們已經都把它整理乾淨了 對 然後這今天的很幸運 它今天有魚蛋 對 首先會先用一點白酒 用一些把勺 給它一點香氣 然後一點鹽跟胡椒 因為其實它其實很新鮮 所以鹽跟胡椒其實一點點就夠 因為它原本有它魚的鹹味 對 這道菜的重點其實就是魚要新鮮 魚要新鮮就可以了 對 魚要新鮮就可以了 那其實很簡單 然後我們就是會用這個 可以進烤箱烤的咖啡子 然後這個是早上買的白菜 白菜 然後再來就是番茄 其實這個我們今天就是用高山白菜 Makendi說其實什麼菜都可以 你可以用高麗菜 或者就算真的中國大白菜都可以 因為純粹想吃多些蔬菜 然後蔬菜通常很容易吸收汁 你烤魚的過程中 魚就會出魚的汁出來 所以會吸收到那些蔬菜就會更加好吃 其實這個是… 白梨香 對 白梨香 然後我們會加一點點奶油 給它一點不一樣的香氣 然後最後這個也是法國、意大利 其實歐洲很愛用橄欖油 橄欖油 對 我們一是增加消息 二是增加它的量子 上面才不會烤得乾乾的 對 原來這樣包這個魚都有技巧 不可以這樣包 又或者包得很鬆 然後氣都會出來了 因為紙包魚 怎樣令到魚熟了的原理 就是因為底下烤 紙會吸收得很緊 如果粉很緊的話 就會有一個循環熱 令到魚熟了 所以你現在這樣做 就是包得很緊 你看 它不會包得很鬆 所以它可以焗熟了的感覺 所以魚又保留鮮味 和肉質的汁度數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 近200度的烤箱 大概20分鐘就會完成了 兩百度的烤箱 現在就可以了 對 沒錯 拿出一口 好 好 現在我可以試一下 這個南法風味的紙包魚 我自己喜歡吃 要麼這條魚就是魚生 要麼那個魚就是中式魚 其實我很喜歡薑蔥去蒸 這條魚是很甜的 原來有一點點骨 譬如我們中式有一隻魚 有很多骨 它就是織魚 它有一點點刺 但是肉質又跟蒸魚不同 但原來是很鮮甜的 而且不腥的 譬如中式我們蒸魚 是會放薑蔥 那是要剝腥味的 但我看到一點薑 和一點蔥都沒有 但竟然剝腥味是挺好的 可能真的做法 是有敲過的關係 所以很獨特 是呀 Candy 你之前也做過模特兒 那究竟你是自戰 還是朋友介紹的呢 應該算是自己跟好朋友 想去做這件事 然後剛好又遇到 就是有人在那個Casting 所以我們就去了 大學的時候 大概是十九歲吧 就是離開爸媽之後 那你當時還這麼年輕 有去廚房做東西 是比較辛苦 有沒有想過放棄去做廚師呢 其實沒有 因為會做模特兒 只是因為想要追星 所以那時候年輕 都試試看不一樣的嘗試 但是其實自己很清楚 就是我未來 並不是真的要走模特兒這條路 就是我還是很清楚說 我最後還是想要回來 伊蘭我的故鄉開一間餐廳 所以好玩歸好玩 但最後大概嘗試幾次之後 就決定還是要回到自己 原本學的專業 這樣子 今天Candy會跟我們煮的一道菜 就是叫做 鳳梨豆腐魚 意大利麵 其實你覺得很有趣 意大利麵其實是很西式的東西 但是豆腐魚就是腐魚 那是很中西文化合璧 就是這樣自創 還是有些原因的呢 我很希望把我小時候吃的味道 傳遞給客人 對 那這個鳳梨豆腐乳是我媽媽自己做的 鳳梨豆腐乳 其實我們很多宜蘭媽媽都會做這道菜 只是大家就是可能像你們一樣 配粥 配飯 因為我們是西餐廳 我覺得如果把它拿來結合意大利麵 應該也很好 首先 我先煮麵 那我們家用的就是這種直的意大利麵條 然後這個雞肉也是 因為我們家裡爸爸媽媽是在販售雞肉 所以這個是他們每天早上 把我們送新鮮的過來 對 就是沒有經過冷凍的 什麼部分 雞柳 雞柳其實就是在雞胸的裡面 那一隻雞只有兩條 然後它是最嫩的 最嫩的位置 對 然後其實也不太好買 所以這些就是他說很新鮮的雞肉 那也可以用爸爸做的 賣的雞 又可以煮個媽媽的鳳梨豆腐乳 真是兩全其美 但是我們要等一下意大利麵 需要一點點時間 大概需要五分鐘 五分鐘 那我們的話都是客人點了麵 我們才燙麵條 所以比較有咬勁 比較Q 所以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的軟硬度這樣子 對 那我們可以先炒 那個義大利麵的底料 底料 然後我們其實就是用一些 洋蔥 蒜頭 其實你喜歡的蔬菜都可以 但是我們就有放一些 玉米筍 甜椒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是Peper 對 因為鳳梨豆腐乳 鳳梨裡面已經有一點甜味跟鹹味 所以我們其實就只有放一點Peper Peper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下一點白酒 白酒 爆一爆香 對 這個就是我們已經做好的豆腐乳的醬 因為它有豆腐的原料 所以它做起來就比較稠一點 對 然後這個是高湯 其實這個西餐 我們用豆腐乳去煮意大利麵 但我說如果傳統 宜蘭媽媽 如果她用豆腐乳會煮些甚麼 原來都可以用豆腐乳去煮雞湯 這個就是中式的版本 用這個豆腐乳 這個就是醬汁 豆腐乳 其實因為我不喜歡吃腐乳的味道 我覺得傳統腐乳的味道 是有很濃的一種發酵的過程 我不喜歡那種味道 但原來這個可能會加上 鳳梨的香味、水果味 這個醬汁不太像是我心目中的腐乳 它是甜甜的 不是鹹的 它是像有些蒜頭 再加了一些水果爆香的味道 好吃 這個很不一樣 對 它就是跟傳統的豆腐乳的味道 不太一樣 我也不喜歡傳統的腐乳 對嗎 因為很鹹 很鹹 對 剛才烤過 對 所以它會有煎的焦香味 再加一些西蘭花去點水 所以就會有不同的顏色 完成了 完成了 我喜歡吃的味道 我喜歡吃的味道 不是很軟 剛才煮得很爽口 這個鳳梨豆腐乳 我應該要找一個Candy給我 回香港也好 你就是宜蘭人 你也在宜蘭開餐廳 是否宜蘭的香情 給你一些特別的感覺 所以你喜歡在這裡開餐廳 其實宜蘭有一句話 就是說宜蘭的土會黏人 就是說我們所有宜蘭的孩子 不管你到外地工作多久 你自己心裡面都會告訴你自己 有一天我一定要回家 一定要回宜蘭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有雪碎 比較方便了 有那個隧道 我們以前沒有的時候 是你只能坐火車 才能到台北去 所以等於你這個 你跟宜蘭這塊土地 是很親近的 你不會想到要去台北這件事 那後來因為讀書 因為想要多學習一些不一樣的事 所以我到台北其實一直都告訴自己 我在這邊努力學習 或有一天我想要帶 這樣子很棒的菜回到宜蘭 然後給宜蘭的客人品嚐 Kendy 其實我知道這間店 這間餐廳是一間舊屋老房子改建的 那其實跟你本身的烹調理念 是不是有些相似或者關係 所以你才會用這間老房子做餐廳 其實我是一個很念舊的人 就是我很喜歡舊的東西 然後我很在乎情感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宜蘭人覺得這樣 就是感情很豐富 所以當我決定要回來開餐廳之後 我想我很喜歡老房子 但是很可惜 我家裡的房子在我很小的時候 就是被蓋成新的了 所以我自己告訴我自己說 如果我未來要回到宜蘭開餐廳 我想要找一個鬧中取勁的老房子 那剛好回來我就每天騎著摩托車 在市區繞 繞 很像房屋仲介 就是要賣房子的人 所以後來我經過這裡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房子 它其實跟我想像中的幾乎一模一樣 就我幻想中的餐廳 我就覺得 哇 Bingo 就是它了 我就開始去打聽說 這個房子是誰的 然後我應該怎麼樣有機會乘租到它 那這個房子的話大概已經50年了 然後比我們年紀都還大 大很多 對 然後它是以前我們鐵路局 就是鐵路就管理火車的鐵路局的房子 那很巧後來我才知道 這個房子以前在50年前 也是他們的員工餐廳 食堂 所以其實50年前這裡就是一個餐廳 然後很幸運的就是又被我找到 然後我可以進來這裡開一間 我想要的產品這樣子 我一向對女主廚這個名字 是特別偏愛的 因為我覺得進廚房是很熱的 工作很辛苦 男生可能會適應一點 再加上我吃了她的菜 她煮的菜是很大陣的 鄉土風情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沉根的女生 就算她在外地讀書 又或者在外地進修 她都不忘她自己是宜蘭人 她會回來 告訴宜蘭人 我學了很多東西 我又學了一些法國的料理方式 但是她就是想把這東西帶回宜蘭 而且她煮的菜 也是一個不多不少的 每一樣的味道 都是感覺上有一種很平衡 和一個很鄉土情懷的女生 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要幫大家示範的一道菜是 普羅旺斯頓蔬菜 它是起源於法國南部地區 因為他們盛產很多蔬菜 所以我今天要教大家這道菜 首先倒些橄欖油 放少許洋蔥和蒜頭下去 當聞到洋蔥的香味 就是時候加入各種蔬菜了 那要記得一件事就是 要燉比較久的蔬菜可以先放 像我們今天有用台灣的地瓜 因為它的甜度很高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會先下地瓜 那我們今天用的番茄 也是宜蘭種的番茄 那如果說大家找到的番茄 味道如果不像國外那樣 就是味道比較重一點 你們可以在這個時候加一點番茄糊 稍微把它拌一下 然後這時候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你們可以加一點鹽巴 因為鹽巴灑在蔬菜上面的話 可以幫助蔬菜出水 那它會熟得比較快一點 那一點點就好 下一步倒些白酒和水提升香味 然後蓋蓋等五分鐘左右 五分鐘之後 我們可以先稍微確認一下 你蔬菜的狀況 像剛剛放進去 就是最硬的 最難燉軟的是壁瓜 所以我們先確認一下壁瓜的狀態 然後因為我今天有準備茄子 所以茄子它其實是很容易熟的蔬菜 我們就最後再把它放下去 那如果你們在家裡有時間的話 其實茄子切完之後 可以稍微用油炸一下 它比較不會變形 那如果說你覺得起一個油鍋 很麻煩 其實你就切好 自己把它放下去也可以 最後蓋蓋燉煮多一至兩分鐘 這裡美味健康 又有南法風城的家常菜就完成了